今天好赵玩具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战队史上第一个超巨大合体 就是由两架机器人合体而成的战队机器人 超级生命金刚 由左边之前介绍过的超瘦合体生命金刚 跟右边超瘦合身的生命拳击手两者合体而成 超瘦金刚的部分是直接保持原样就可以了 就不要装武装情况下就可以做变形 做合体 生命拳击手的部分 则是拆解后组装到超级生命金刚上面 超瘦金刚的部分不用再做组装 我就先组装成机型给大家看 侧面这样后面这样 那就不废话先把盒子收到旁边 对 然后里面的内容屋 基本上就是除了双炮的部分 生命拳击手双炮部分不用以外 其他就全部都拿出来 先把 野牛战车的身体 头部 然后犀牛火焰的身体 头部 然后胸甲 的部分都拿出来 然后这个部分就先不用 然后合体方式其实我个人觉得还蛮简单的啦 以第一个合体来讲我个人觉得不难 先把所谓的腿部的部分变成胸口合体模式啊 变这样子 两个都是 变这样子 正面这样子侧面这样子 然后这边就有个孔洞啊 这就直接组装在腿部啊 这边 插进去以后 刚好跟这个银色的部分做卡榫连结啊 就稍微 推一下 然后稍微留意啊 推到底啊 要把这个所谓的侧面 那个海豚的部分的尾 侧翼 要推到跑出来啊 这才算完成啊 另外一边一样啊 推起来像这样子 腿部的部分这样就变形完成了 就完成了 然后身体的部分 先变手啊 手的部分 其实蛮简单的啊 这一个是右手啊 它就是后面这个孔洞直接这样子 直接组装上去 后黄色的卡榫压下去 然后这个 这个前面底部的部分 这个要先往 变错 底部这个要先往后推啊 然后这个黄色卡榫压下去 整个拳头收起来 这样子 右手部分就变形完成了 然后这边一样啊 先把这些卡榫往下拨 变成这样子 然后对应 卡榫塞进去后 黄色卡榫收起来 把白色部分收起来就可以了 这个黄色卡榫压下去 这个黄色卡榫压下去 这样子 手臂两个手臂就完成了 然后头部也很简单啊 就这一个所谓的胸甲部分 两个手先往侧面塞 这个左右两侧胸甲的这个尾翼 往内 这变成腰啊 往内折 折成这样子 然后这个头盔直接这样子扣上去 扣上去后 整个胸甲往下推 然后就算是组装完成了啊 头部变上 然后两个胸甲的部分 两个原本的犀牛头 跟所谓的野牛头的部分 则变成所谓的肩甲 犀牛头是装在右肩啊 然后野牛头是装在左肩啊 然后就各自组装 先把轮胎的部分都往内 往外侧 然后这个孔洞会对应的是 它原本生命金刚上面的孔洞啊 犀牛 然后孔洞压下去就可以了 这样子 然后 野牛的 一样孔洞压下去 其实我个人以第一支合体来讲 我个人觉得不太难啊 甚至觉得我个人觉得还蛮简单 然后组装完成后 正面这样子 第一点 正面这样子 侧面是这样子 后面这样 基本上完全没有什么 太大的难度啊 你看图片也可以变 基本上就是可以变出来啊 后面这样子 然后可动性来讲 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增加啊 甚至可以说它没有增加什么可动性都是对的 肩甲还是一样是可以动啊 旋转是没有问题的 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其他多的关节啊 我原本以为拳头的部分是可以弯曲的 但它没有啊 它唯一可动的关节基本上就是神像关节 这两个关节可以动以外 其实是并没有其他的关节是可以动的啦 只是固定住了 然后腿部 其实我觉得不是很好看啊 感觉 其实这样我觉得有点像那个 腿部的组装方式有点像之前介绍过雷神王 我想应该雷神王可能也有参考它的介绍方式啊 然后脸部的话 其实脸没有什么变化啊 基本上就是多了头盔的部分啊 给大家看一下 上面这样子 然后头盔的后面其实 没有变啊 它头盔直接套上去啦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版本跟原本的生命金刚 两者的差异啊 其实我觉得并没有差异太大 有一只 个人还有另外一只生命金刚 给大家看 高度是很明显的有变不一样啦 但其实造型来讲 因为主要的胸口的狮子没有不见啊 但手脚基本上就是完全不太一样 它原本的生命金刚 变成等于是高了一个腰身啊 原本只到腰而已 它现在多了这下面两个黑色犀牛 呃这是野牛 野牛身体的部分啊 所以它变得高很多啊 上面这样子 然后侧面 手臂也变肿了啦 侧面 然后上面是这样子啊 这是1988年超兽战队生命人的战队史上第一个出现的战队合体啊 应该说是第一个两只机器人的战队合体啊 超级生命金刚啊 超兽最强颗体 超级生命金刚 然后大绝招是 诶它这个形态下还能拿武器吗 我还没真的没有去留意过 还是可以拿武器啊 所以武器的部分它还是可以拿 可是我记得好像 它好像就没有拿武器 它变成 大绝招是胸口可以喷出那个 超巨大寿王光速啊 这是它最后的大绝招啊 这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考虑去购买啊 然后好像犀牛的部分 犀牛跟野牛的超生命拳击手好像没有台版啊 但我那天还有看到有人在卖那个 生命金刚的台版 但售价也是不便宜就是啊 有爱的朋友可以考虑去充这一组啊 那今天影片就介绍到这里啊